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甚至连00后都被王兴林的实力功底所征服 在高考前一天 无数学子一起合唱了王兴林的梦的光点 来为自己加油打气 除此之外 王兴林更是受到了新华社的邀请 录制高考祝福视频 祝万千学子们乘风破浪 为梦想加油 王兴林真正的榜仪大哥是央视大妈 刷了一只真火箭 芒果你慌不慌 你以为王兴林热度的程度只是到了这里吗 那你就错了 咱们的甜心教主出了中年霸道粉 00后学子粉 各大主流视频 音乐 短视频平台之外 就连央视大妈都成为了王兴林的粉丝 央视新闻发布了我国神舟14号火箭发射视频 以王兴林的爱你作为背景音乐 伴随着三位航天员一起向祖国表白 出征外太空 这简直就是真正的火出了一片天 王兴林真正的榜仪大哥是央视大妈 刷了一只真火箭 芒果你慌不慌 很多网友表示 甜心教主王兴林真正的榜仪大哥是央视大妈 不接受反驳 这回真真实实的刷了一个真火箭 就问水果台你慌不慌 在浪姐三的舞台上 呼声最高的就是王兴林 身穿一身学院风小西装 裙亮相的他 唱着爱你 让多少80后和90后们真正回到了少年时期 满满的一波回忆杀 当年听着他的歌的我们已经长大了 但是女神似乎还停留在少女时期一样 岁月在她的身上似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王兴林不愧是甜心教主 穿皮衣配鱼网袜 不仅不俗还很洋气 不仅是不俗还很洋气 王兴林在上半身穿了一款黑色的镂空小上衣 黑洞网洞 镂空的款式设计 方式增加了透气性 在夏季穿戴的时候会显得更加的清凉一些 不过大家在选择这种镂空网洞的时候 一定要格外注重质感 如果质感不好的话 就很容易穿出廉价的感觉 王兴林不愧是甜心教主 穿皮衣配鱼网袜 不仅不俗气 还很洋气 在上半身使用黑色镂空小吊带 叠穿白色内搭的方式 来呈现多层次的搭配效果 虽然是非常基础简单的两种色彩 但是在运用叠穿的方式上 可以让两种基础色彩 穿出更多的时尚感 外面披肩穿搭短款的小外套 既显得精致又不乏气场感 很多人对于王兴林的印象 都是甜心教主 因为他的长相属于非常甜美的类型 加上身材又非常的纤细 娇笑 整个人给人一种甜甜的少女感 再加上他的穿衣风格 也通常都比较少女 让很多人认为 他只能驾驭得了甜美少女风 但其实不然 换上一款皮质的小短裙 瞬间变成性感火辣的美少女 王兴林在穿搭这款皮质小短裙的时候 搭配了一款黑色的鱼网袜 鱼网袜对于很多人 都有这一种极强的吸引力 但是很多人都不敢轻易穿上 因为这种单品 对于驾驭能力和身材的要求非常高 腿型稍微有点诱感 都会显得很臃肿 也比较容易显得过于风尘 不过这种鱼网袜穿在王兴林的身上 却一点都不封城 反而有一种甜辣风的搭配效果 浅蓝色的衬衫 在款式设计上比较宽松 穿在身上舒适度非常强 对于身材的限制性非常小 下半身搭配基础 简单的白色裤子 清爽干净 又非常显年轻 王兴林不愧是甜心教主 穿皮衣配鱼网袜 不仅不俗还很洋气 经典的黑灰色搭配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故事 简单低调又非常显瘦 外面的灰色格纹西装外套 运用中长款的款式设计 方式来呈现出足够的休闲感 内里是用修身款式的 黑色内搭 自可以展显出身材上的纤细感 王兴林不愧是甜心教主 穿皮衣配鱼网袜 不仅不俗还很洋气 套装的搭配是最简单好用的 不管是日常穿搭还是出席活动 都不必担心产生违和感 短款的小上衣 穿出露旗装的效果 将腰质上的纤细感完全呈现出来 性感又火辣 搭配上高腰裤裤 既修饰腿型又显腿长 白色的小上衣穿出学运风的甜美感 下半身搭配灰色系的百折短裙 在上下身的色彩搭配上 使用上浅下身的配色方式 来呈现出世界上的丰富感 短款的小白着裙 精致感非常强 同时还可以露出纤细 笔直的眉腿 却身材哪里看都不像中年女人了 王兴丽的身高 虽然算不上高挑的类型 但是身材比例却非常好 加上常年健身 身材的线条纤细又不会干瘪 这样的好身材 怎么穿都好看 感谢观看